戏曲演员吊着薇雅过招,大屏幕上闪烁着逼真特效,观众还能上台与戏中人互动。 近年来,随着国风国潮深入人心,越来越多的传统戏曲融合现代元素进行创新,以更新颖丰富的呈现方式逐渐走进年轻观众的心里。 在湖南长沙,刘海坎桥是家喻户晓的花鼓戏剧目,堪称湖南民间口头文学真品。 近期,融合实景舞台与裸眼3D多媒体的新刘海坎桥正式上演。 在五美机械、威亚等最新舞台技术的加持下,观众可沉浸式观言。 不少观众表示,融合声光电的舞台效果令他们耳目一新。 我小时候跟我奶奶也看过花鼓戏,现在也是长大后第一次看, 然后对这个花鼓戏最大的感受就是洗脑结合吧, 然后场景多样化也充满了那种科技感。 我觉得挺好的,挺新颖的。 现在很多年轻人嘛,其实追求的都是一个新奇, 包括现在所有的设备啊、音乐啊,现在都能跟得上了。 那做一点革新,然后让更多的年轻人去接受, 去传承这个文化都是很重要的。 该戏的制作经理胡金博告诉记者, 如今年轻戏迷越来越多,也越来越专业, 这让制作团队更多的探索和尝试回归戏曲创作本身。 他们对刘海砍桥的故事情节、人物形象等进行了深入研究, 在保留戏曲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实现内容的创新, 吸引不同年龄段的观众走进剧场。 他透露,目前该戏的场均上作率在九成以上, 节假日演出更是场场爆满,一票难求。 我们做这部戏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想让这种传统文化 更多的往年轻的这部分群体去发展, 让这个花骨戏可以更好地在年轻的群体中开枝散叶, 我们尽量地去打磨,给它加入新的元素。 我们就借鉴了很多音乐剧里面的一些舞台设施, 希望我们做出来的东西能让观众眼前一亮。 00后楚舒婷是该戏女主角胡秀英的扮演者, 她告诉记者,为了更贴近生活, 演员们的唱段减少了城市化的戏曲内容, 采用更加现代化的对白设计, 一些诙谐的台词经常逗笑观众。 如今,她在演出后时常被观众邀请合影, 还会受到许多鼓励和建议, 这让她坚信, 唱好年轻戏能让花骨戏呈现新活力。 其实现在年轻观众真的非常会看戏, 他们比如说看了这一面会发现一些东西, 他们想去买票, 再看另一面, 三刷, 就看每一个视角, 然后再对这个剧进行点评, 然后每个角色, 每个角色都会评价得很到位, 连小朋友都愿意走进剧场来看我们的戏了, 我们这个戏剧传承, 我又觉得有希望, 就我们也很有动力。